第二个问题 弟子本人曾患患癌症 因至臣念佛忏悔 现已完全恢复健康 我的孩子正读大学 心地善良 也非常尊重老法师 他现身然重病 我欠他念佛听经 他却说没有时间 希望我到此地 请老法师为他指点开示 这个语言也真巧 今天我们收到北京寄来的 一套光碟 山西小林 有70多个人 年岁最大的90多岁 年岁最小的十几岁 都是这些不治之病 他们完全靠诵经念佛了 把身体恢复了 那么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这个消息是以前我们的学会的会长林子 他从北京带了一套给我看 我看了之后 跟大家做了一个小时的讲解 就说明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不是迷信 这不是迷信 这个是 就是 佛在 遗教经里面讲过一句话 智行一处 无私不斑 那么大神教里的常讲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个就是说 一年把自己病治好了 这个事情 以前我讲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没有这么明白 我在 二十多年 在美国的时候 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在达拉斯的时候 有一次感冒 那么同学带我去看医生 那个医生是中国人 其实现在这个医生也不在了 要过世了 年岁并不大 我跟医生说 我说这个病人病治好 不是医生治好的 他很紧讶 我说怎么治好 信心治好的 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 对于药物有信心 信心把他治好的 如果这个病人的时候 他对这个医生怀疑 对这个药物怀疑 那就一点笑都没有 我说了他 他想了半天 他点头 他同意我的看法